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之后首度出访 在今天结束了四天三夜新加坡的访问行程返回了台湾 他说呢会把在新加坡值得学习借鉴的市政落实到台北市 那么针对了外界质疑说他在当地是三度失踪大搞命令外交 他依旧没有透露到底跟谁见了面 只有四两波千金的说见了该见的人都在聊往事谈政策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首度出访 8号结束在新加坡四天三夜行程反抵国门 看起来心情很不错 这一次其实就是客水主变 而且新方热情好客 所以我不仅见了很多的老朋友 也有机会认识新朋友 现在大家都是好朋友 口中的老朋友新朋友到底是谁 同行北市议员陈一军先前就爆料 侦探考察市长三度失踪大搞秘密外交 尤其蒋万安的祖父江金国和新国总理的父亲 前总理李光耀交情匪浅 外界盛传他密会的对象就是总理李显楼以及副总理黄勋才 充分的感受到金国先生和新加坡李光耀前总理 多年的公仪和私交所遗留下来的成果 前人种树后人成良 所以我在新加坡也见到该见的人 聊聊往事谈谈政策 气氛非常的好 这回答不承认也不否认 待一回台还有更敏感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要面对 在跟对岸持续的沟通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很快就会做一个决定 到底会不会金富上海出席 恐怕得等到八月答案才会揭晓 介绍了冯浩宇台北采访报道